第九部分 梦 71 梦中的象征 在梦中 洋洋喜气可能被转移成嬉戏的动物 飞翔的人或极美的动物与景色 喜悦的感觉可能会导出基督 佛陀或先知的形象 灵魂永生 人们的生活恰如萤火虫那一明一暗的光 总是不断地循环着醒 睡 醒 睡 每个人清醒与入睡的节奏还都不尽相同 入睡与清醒最大的不同是 入睡以后进入了梦乡 即不再以肉体感知 而是以灵体或称梦体惊艳生命 人并不是唯一会做梦的族类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动物与植物都会做梦 若以更广义的角度来说 每一个原子分子或任何粒子也都有其心理活动 也就是都会做梦 若不了解梦的本质 许多人都会觉得梦境是混乱的 也可能把梦视为头脑胡乱放电后的放映的无意影像 又或者将梦狭义地认为 只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凡此种种都是对于梦的曲解 而若想明白梦的真相 就必须先改变关于梦的认知 认知梦境的钥匙是藏在醒时状态里的 只有在醒时先了解梦境的本质 才能在入睡后真正探索梦 否则就会以醒时的成见 关闭认识梦境的大门 就像醒时一样 梦中也以信念创造实相为原则 但梦中与醒时的创造速度有极大的差别 在醒时的生活里 起心动念之后 必须经过一段时间 实相才能真正构建出来 但梦境的创造却不是如此 都是随想随创造的 意念转到哪儿 实相就出现到哪儿 完全没有时间的间隔 而若是知晓梦境的创造原则 人们就可以借由改变意识的焦点 来改变 逃避 或结束噩梦 梦里出现的人 事 物 全都是象征符号 所有的梦境也都是象征画面 当一个人内心喜悦时 可能会在梦中看见可爱的小狗 也可能与佛陀或基督欢谈 而若是他的心中有恐惧 就可能在梦中被鬼怪或恶狗追着跑 可知梦境是心灵的镜子 梦中影像总是清楚地映照出 做梦者内心的思维 欲望 恐惧 焦虑 担心 犹豫或喜悦 因此 如果有人害怕自己的梦 他害怕的其实是自己 梦中景象全是象征 但象征的使用则是因人而异的 与诗人格楚石坦有句诗说 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 然而在梦境之中 一朵玫瑰可以是一个凳子 一首歌 一座坟墓或一个小孩 但不论是以哪一种影像符号来象征 内在的寓意完全一样 在省食生活里 影像与语言是两码子式 但在梦的象征世界里 影像与语言往往是相混的 语言即是影像 影像即是语言 这样的表达是最直接的 这也才是最古老的语言 举例来说 缝制衣服的男人 一级裁缝师 英文叫做Taylor 你可能在梦中前往一间裁缝店 并发现裁缝师正在准备婚礼 但在醒来之后 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梦究竟有何意义 不过就在这一天里 你居然收到了朋友 泰勒先生的喜帖 于是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你做了一个预知梦 梦中的你 构上了未来的你 提前得知了 泰勒先生的婚讯 而梦中的语言 与影像是相融合的 泰勒先生 因此显现成 发音相同的裁缝师 象征是梦的语言 了解梦的创造原则 就是认识梦的第一步 然后再评论了解梦的语言